第三十二题 小明观看平静的湖面里慢慢游动的鱼 同时也看到湖面上映出暗旁的大楼 他看到的鱼和大楼是 我们所看到的鱼根据老师上课讲解 筷子折弯的状况就知道 那个是折射光进入眼睛延长线所看到的像 延长线看到的像是虚像 所以我们的鱼是虚像 湖面上映出暗旁的大楼 这个是像镜子一样的反射 那么这个反射也成的是虚像 平面镜成的是一个正立相等的虚像 所以我们的鱼和大楼都是虚像 所以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 他看到的鱼和大楼是 我们答案选的是A 鱼和大楼都是虚像